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绝对用不到的日语 就是ZAMASU 就是GOZAIMASU的简略形式 也就是DES表示判断剧里面的 是的那个意思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看到它呢 如果大家看过 《哆啦A夢》的日语版的话 肯定接触过它 就是小夫的妈妈 她在讲每一句话的结束 都会加上ZAMASU 其实呢 加不加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加上这个以后 小夫的妈妈就能够显示自己 家里比较有钱的这个感觉出来 所以来加上这个 让很多日本人听起来感觉就很讨厌 至于为什么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它的起源 一开始的时候 ZAMASU这一类的语言 是在油锅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红灯区 如果看过《鬼灭之刃》的话 里面是不是有一记是油锅片呀 在红灯区发生的事情嘛 那么在红灯区里面呢 那些失足妇女在讲话的时候 特别是对客人 和对自己的老板讲话的时候呢 在剧末都会加上ZAMASU 那为什么会后来变成了 一些有钱人家的女的 会说这个话呢 明智为心以后 日本人不是变得慢慢的有钱了吗 然后呢 有钱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找情夫呀 那找情夫的标准就是找那些异记嘛 因为可能对有文化的人来说 那些异记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吧 比起家里的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是不是找异记好像是比较比较合适的对吧 所以呢那些异记来到他们家以后说话的时候就会带上这一些语气词 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的女性 大家说话的时候就会都带上这个口气 所以说慢慢的就在比较有钱的人家来流行开来了 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近代以后呢 大家还是觉得这样说话有点太太过于俗套 就让人联想到那方面的事情 所以呢说的也越来越少了 在《多拉A梦》里面大概作者是想让大家觉得这种女性是比较讨厌的吧 而且能够强化她的那个角色的特点 所以呢还是经常会带上这一句话嘛 这就是这种女性是比较好